大家好,欢迎收看ACY希望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昨日金融市场略显平淡 不过政策层面却是暗流涌动,蓄势待发 据美国媒体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筹备高达3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 其中大多部分将会投入到基础建设 绿色能源规划以及5级电信行业当中 这并非市场第一次听为类似的报道 但仍将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预计美国的承担收益率也将获得支撑 利好美元的走势 此外,据数据统计 疫情期间的美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前50%的富有家庭占总收入增长的96% 而剩余50%仅占6% 财富不均是美国政府的心头之患 加税政策也是破旦眉睫 相比于美国的经济 欧洲方面却是较为低迷 通胀率、失业率以及贸易 都出现了二次探底的迹象 更是有阿斯利康疫苗的利空消息 如果欧洲不再增加刺激 任由经济自行恢复 那么缓慢恢复会拖累欧洲的财政赤字 从欧美小时图来看 欧美在1.185到1.2之间反复震荡 整体被压制在了同步颈线1.195下方 限价再次回到了1.195附近 测试上风的阻力效果 K线形成的低点逐渐下行 说明空头仍占据了主导 最近向上反弹更多的是消息面的利空 最近的向上反弹更多的是消息面的利多 长线来看 头部突破后的下行格局 仍没有转变 所以短线入场还是以高位空单为主 指标方面来看 AO线已经转红开始下行 A线则是下穿零线后 柱线扩大 整体来看是有转涨跌的局面 限价上方有两个强阻力位置 一个就是1.195的颈线位置 欧美曾经在这个位置进行整理并且被压制 第二个阻力在1.2的上方供给区首线位置 下方的支撑则是1.185附近 该位置有前低点需求区 以及趋势线的共同支撑 鲍威尔昨日针对数字美元也发表了讲话 认为数字货币是重要的一步 需要精心准备 目前不急于推出 引入的时间可能需要数年 需要设立相应的法规与监管 鲍威尔还提及了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 认为其背后没有价值支撑 缺乏交易命用 与黄金一样更多的是一种投机资产 受此消息影响 加密货币价格应声下跌 从以太坊四小时图来看 这波下跌使以太坊的价格 再次回到了下方跳空缺口位置 同时还受到了趋势线的支撑 但从基本面来看 鲍威尔的讲话 其实并没有出乎机构投资者的意料 这次的下跌更多的是散户离场现象 机构有随后接盘的可能 以太坊之前受到NFT消息的 跳空利好影响 限价底部的支撑较为坚实 所以交易策略还是以多单为主 现在要看的就是K线 是否能够在1650上方 收出十字星反转形态 一旦形成配合趋势线的支撑 就有短线入场多单的机会 指标方面 威廉指标快速下行 还未突破到超卖区 空投力量可能还未耗尽 所以入场多单 还是要等待K线收线后 再行判断方向 下方的支撑位置 在1660到1680区间附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关注数据 美国方面有第四季度经常账 两月份新屋销售总数年化 三月份李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此外英国央行行长贝利 也将于今日发表讲话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Jacob happened to us 他ILYه 男子 他